欢迎大家来到 我们今晚将要入住的民宿 买鸡鸡 大小也和我的鸡 差不多了 这衣不错 洋气 跟你说你们这环境真的给超哥的配的不行 得从那个大城堡里走出来 主要这个是老年人比较暖和 你是从古堡里出来的吗 超哥 我们还看着是像是穿的睡衣来了是吧 哈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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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以为是蝙蝠侠了 蝙蝠 找得很酷 非常酷 你这是偷了陈鹤的内衣 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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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年夫人来了 嘿 你不输一个由头背 我根本对不起这些衣服 我们走的都是绅士风 能把面膜湿了吗 能把面膜湿了吗 哈哈哈 湿了我怕你们不认得我 哈哈哈 看我们两个楚西跟我都讲了 没几 为什么不粘腻 但这个如果粘久了是不是就干了 没关系 这个粘一年都不会干 我跟你说 是因为你已经不吸收了 是因为你已经不吸收了 哈哈哈 哈哈哈 问题是什么 我真的在家里穿这个 但你这个应该是借了招 哈哈哈 你真把睡衣借了 这个太厉害了 哈哈哈 大家晚上好 因为大家聚在一块实在太难得了 所以今天晚上我们给大家准备了一个 这个太队游戏 顺便也来了解一下经过一天的相处 你们彼此之间是不是已经熟悉到 可以放下芥蒂 这里玩一个小游戏就是匿名颜值排序 颜值排序 哪个人可以在纸条上写下 你觉得他的颜值可以排到前三的人的名字 你为什么要对李晨和陈鹤这么残忍 哈哈哈 哎 这个游戏还没有出现结果之前 你们穿成绩 要不然回头回放的时候 打脸 打脸 啪啪的真的 光是打脸 半夜里前还不去打你 哈哈哈哈 哈哈哈 哈哈哈 来吧 来吧 是在场的男生啊 吴老师肯定就是第一了 啊 啊 我偷看你写什么 我不知道他们有这么浮夸 超哥 浮夸 浮夸 太浮夸了 所以得第一会怎么样 可能有RB 哈哈哈 自己自己自己 哈哈哈哈哈哈 大家有想法了就可以写啊 一定要忠于自己的内心哦 啊 啊 超哥现在自己就写吧 准备着良心写一下 哈哈哈哈哈哈 好 我写好了 写好了 我发誓 我绝对没有把自己写在第一位 但是写了 写了自己 那肯定的 哈哈哈哈 哈哈哈 绝对不会有人知道那张是我写的 超哥请你来唱票吧 我唱票 对 哦 怎么唱唱票什么意思 哎呦 这个字啊 这个字一看 就是你的 就是你的 哈哈哈